这边是鸡鸭们住的地方 我身后有好多的鸡鸭 然后旁边有一条小溪 以后我一定会在小溪钓鱼的 然后里面其实我也没有逛晚 我逛一逛 这边有一个客厅 我们的照片墙 这是我们还有吉他和话筒 吊床 好爽啊 躺在这里睡个午觉 简直是神仙生活 然后还有鞦韆 鞦韆 我来到处转一转 然后来猜园子转一转 好多我都没有见过的菜 这边是什么 我还没有来过 是厕所吗 不知道 这边是哪儿 这是厕所家洗澡的地方 一个比较简单的洗澡房 厕所 那这边就出不去了 那哈哈之家我们就逛完了 我现在好无聊 我想去 生堆火吧 太无聊了 冲呀 最后我还要探索一下工具间 因为工具间里有很多需要的东西 这边有螺丝钉 有钉子 还有米 给鸡胃的米 还有手套 还有这边好多工具 什么耙子铲子 各种的 然后这边有锤子 镰子 镰刀 螺丝刀 各种需要的工具 这还挺齐全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还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东西 这个 这是一个刀鞘而已 可以去 去山上打猎 然后 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的话 也可以修理 就还蛮齐全的 还有 还有鱼网 捕鱼的网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线之类的 还有很多柴火 还有锯子 哇 挺齐全的 然后 这里还有很多甘蔗 很多甘蔗在这里 所以 现在也可以砍一根来吃 先砍根甘蔗 好 动手 动手吧 这 没砍过 不太会 以前看水口店的老板 学甘蔗可顺流了 听到自己就真不太会了 刀的角度得掌握好 多了呢 就切 直接把甘蔗给切断了 少了呢 就切不了 这是我来了农村第一个困难 就是败在了甘蔗上面 哎呀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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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